环形跑道奔跑一圈 从高空跳回地球 三个难以置信的极限挑战 你知道吗 人类历史上曾经诞生了很多 看起来难以置信的挑战 有些挑战刷新了观众的认知 本期节目我们就看一下 三个十分不可思议的挑战 圆形跑道奔跑一圈 一名叫做达米安的小伙子 带领着团队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挑战 他们准备尝试一下 仅仅依靠人力助跑 在一个数值的圆形跑道中奔跑一圈 经过了一番忙碌 跑道终于完工了 在挑战之前 团队首先用了一辆动力强劲的玩具车试试水 通过摄像机可以看到 玩具车在跑到一半的时候 直接冲出跑道了 于是团队立马进行了一番讨论 终于轮到达米安真人出场了 喜闻乐见 在前面几次挑战中 达米安还没有跑到一半就摔了下来 还好下面有厚厚的防护垫 于是达米安反复观看了自己的失败录像 吸取了前面几次的教训 总结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方法 万事俱备 达米安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挑战 这一次达米安终于成功了 在场中人不禁发出了热烈掌声 你敢挑战我就敢赞助 下面这位红牛勇士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挑战 他要尝试在2100米高空 在两架飞机之间进行无保护换乘 这名红牛队的挑战者叫做保罗斯坦纳 换乘地点选在了阿尔卑斯山上空 飞机飞到2100米高空的时候 斯坦纳走出了驾驶舱 然后小心翼翼移动到了机翼边缘 随后斯坦纳用双手的力量抓住机翼 做好了准备换乘的动作 此时另外一架飞机开始慢慢接近斯坦纳 等到另外一架飞机接触到斯坦纳腿部的时候 斯坦纳放手一搏 有惊无险地坐到了另外一架飞机上面 如此惊心动魄的挑战 对挑战者和飞机驾驶员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普通人而言 太空堪称生命禁区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 曾经有一位勇敢者 直接从39000米高空跳回了地球 这名挑战者的名称叫做菲利克斯 在出发之前 菲利克斯穿好宇航服 乘坐氦气球带动的太空舱向着外太空飞去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 地面上的景物越来越小 此时菲利克斯的太空舱距离地面 已经整整390014米了 接收到指令以后 菲利克斯调整好状态 随后纵身一跃 朝着蔚蓝的地球飞去 在下降过程中 菲利克斯通过努力调整好自己的身形 一番努力之下 这位勇者终于成功降落到了地面